古爱玲是谁 人称滑雪天才混血美少女 摘获过50多枚滑雪金牌 包括9个全美冠军 在19年正式加入中国籍后 仅用了8个月就为中国赢得了8美奖牌 不仅滑雪水平出众 她还以近满分的成绩提前一年修完高中课程 被斯坦福录取 古爱玲的传奇故事和她的高颜值一样惹人惊叹 这样的一个宝藏女孩到底是怎么长大的 古爱玲的母亲古艳 本科就读于北大 曾是学校速滑队队员外兼滑雪教练 三岁左右刚走稳路的古爱玲就踩上了滑雪板 然而妈妈从未刻意要求女儿一定要在滑雪方面训练 古爱玲笑说 好多人问我 是不是她让你滑雪 是不是她让你好好上学 但是我真的没有胡妈 古艳作为母亲并未想过 让女儿走职业滑雪的路 她知道这是一项怎样高风险的运动 可是作为一个独立且有主见的女性 她也认为尊重和支持女儿的意愿 跟兴趣是同样重要的事 她没有急着替女儿做决定 而是带她去看 陪她去想 当看到自由滑雪者们在空中飞翔和旋转的一幕幕画面 那一刻 古爱玲已然选好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 九岁起 她就蝉联美国青少年滑雪锦标赛冠军 各项荣誉更是接踵而至 而一直在她身后 就是默默支持鼓励着她 给她潜移默化影响的父母 现实中我们见过太多父母按着孩子头去苦哈哈的学习各种兴趣爱好 需要牙切齿完成各种学习计划 最终劳神劳力 古爱玲的父母却反其道而行之 示范 陪伴 提供给女儿足够多的机会去学习 去接触这个世界 然后孩子就会清楚的看到 什么东西对自己是真正重要的 也就能自己选择一条进入这个世界的道路